這件案子我們在接受承辦的時候 就發現它有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個這件案子曾經在民國八十幾年的時候 曾經被環保署駁回過一次 那民國九十七年以後 這件案子死灰不燃 為的就是淡海新市政的開發 那在這個開發道路的過程當中 我們又發現下面有幾個非常明顯有矛盾的地方 第一個 紅樹林河口區是國家劃定的重要師弟 但是國家卻現在要在重要師弟開一條馬路過去 第二個 紅樹林河口區是國家認為需要被保護的海岸地區 不應該再開新的馬路 但是國家現在卻要開一條馬路過去 第三個 紅樹林這個區域也是文化資產保存法所指定的 紅樹林自然保留區 有它的法定地位 而且禁止改變及破壞它原有的自然狀態 但是國家現在開一條馬路 靠近它最近的地方只有一公分 然後說我們不會改變跟破壞紅樹林自然保留區 那這個案子本來是一個交通的問題 但是台灣的一些 基關台灣的一些建設 都給它一些特殊的利益 或是民意代表去保持 所以我們環保署 還有我們的委員 何苦呢 去讓這些人大賺特賺 這個案子 距離紅樹林最近的地方等於只有一公分 那到底開發單位做什麼樣的環境補測措施 來去解決說 因為只距離一公分 所以 而會對紅樹林生態所造成的破壞 那最高法院也指出說 法院行政法院的 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數也指出了 就是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你要如何去防範 讓淡美大陸不要去破壞紅樹林 那也必須要你的措施 具體措施以及之後怎麼做 也都要列入環境審查項目中 而不應該是 一樣有條件通過的方式來去 等於是讓環保署不想負這個責任 然後跳過這樣一個程序 民政法院認為 國家既然在這個區域 已經在先前做過這麼多的計畫 包括濕地保護的計畫 海岸保護的計畫 也一文之法劃定了紅樹林 自然保留區 馬路開過去 對於環境到底會不會造成 無可回復的傷害 到底有沒有重大影響之餘 而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上一次的環評審查結論 環保署並沒有做深刻而詳細的調查 許許多多的決定 是基於不正確不完全的事實資訊而來 我們很高興在經過兩個省級的努力 最高行政法院在今年初判決確定 前一次的環評審查結論撤銷 今天我們這個案子被排在第四個案件 我們在這邊呼籲環保署環評大會 仔細審認這個案子 至少不可以讓他在第一階段又草率的通過 我們覺得今天環評大會 就應該要把這個案子駁回 而不必再做後續的審查 不應該再進入二階 來做這樣一個程序的補證 我們要呼籲現在的新北市長朱立倫 這個案子你應該把它撤見 你現在同時也是國民黨的黨主席 你現在在競選黨主席的時候 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措施 要修憲 要降低投票年齡到18歲 但是如果你還是持續的 推動這些不必要的 破壞環境的傷害台灣土地的這些開發案 那你的改革其實都是假的 這是一個已經爭議很久很久的一個老案子了 從2000年的時候 這條道路就已經在交通部署就已經送進環保署 但是環民卻被判定不予開發 這個時候我們覺得我們終於保下淡水河岸這一塊保地了 但是現在又提起在這個2000 在2001年的時候又提起這個新案又重新送進來 送進來之後我們要想的是這條道路的本質是不變的 為什麼說它本質不變 它其實就是在淡水河岸 硬生生的我可以說是開出一條雪路 在捷運跟紅樹林中間 其實已經是一個沒有什麼附地的地方 就硬生生的開一條路 非常非常的勉強 讓開發單位很清楚的了解 回歸到正軌 回歸到台北線透寬 讓大家這條路 不能這樣一直拖一直拖 國家一直了解 所以今天來 很願望環民會 能夠回到0方案 能夠回到B方案 就是這個本案是不能做的 法院已經這麼說了 我們有路可以走 好好的走一條路 不要硬是想要到二階 還想要過 還想要去賺錢 謝謝